嗨,大家好,我是阿燕 今天跟大家看一看我的水培蝴蝶蓝 这几棵都是半水培的蝴蝶蓝 大概在去年的年底 进入水培的 现在它们完全吸引 而且在老花梗上面也长出了七花梗 也已经长得很长 很快就看到花梗 后面的那一棵也是 它们也是 这两棵呢 刚才我在广东化的时候 已经给它们介绍过 所以我现在就不重复了 看到它现在里边有一些很混浊的水 其实是蒜头水来的 我刚才给它倒进去的 这些蒜头水呢 我已经重复用了今天第二天 意思就是说我的蒜头水不是每一切都换新的 我会重复的用 直到那些蒜头水有异味 我才把它们倒掉 我觉得蒜头水呢 它本来就有杀菌的作用 所以呢 通常 干把它打成蒜头水的 我就立刻可以把它用它来泡南瓜的根 尤其是泡干拆极料的那一些胡蝶兰的根 给它们杀杀菌 而且呢 对它们南瓜的根也是有帮助的 泡了之后它的根比较粗壮 而且容易长根 这是我用它们大概两三个月里面看到的经验吧 现在看到这些是我昨天已经打出来的 开始用的 其实如果蒜头水经过大概二十小时的发酵之后 它还会产生一些物质 可以令到你的南瓜更健康 现在我用了这些已经发酵的蒜头水 我就没有给它们吸肥了 我这些瓜已经两个月 超过两个月没有吸过普通的瓜肥 我就用这些蒜头水 大概半个月左右我就给它这样泡一次蒜头水 就这样 半个月泡一次 其他的时间就按照你平常拌水培的方式来培养就可以 现在我的这一只瓜梗啊 在泡蒜头水之前 它大概是这么长吧 后来的这一段是没有给它吸过其他肥料的 看起来也没有不妥是吗 而且呢看它这里也是非常的粗壮的 虽然是刺瓜梗但是也很粗壮的 另外的这一只也是 跟它本来的主瓜梗看一看 也是差不多的粗壮 是吗 所以呢没有给它们南瓜肥 我只是半个月给它泡一次这些发酵过的蒜头水 其实也可以培养出很好的很健康的南瓜 看它的叶子都是非常好的 根也是长得不错 这两颗刚才我在广东瓜的视频里边跟大家介绍的 后面的这两颗呢 我准备跟大家分享 这两颗其中的这一颗呢 看到这里叶子有黄色的样子 这是我为什么要停南瓜肥的原因 这样看到它们的叶子有黄点 不是很明显 也没有腐烂 也没有肝 我就是担心是不是肥料过重 令到它的叶子变成这个模样 所以呢 我就停止了瓜肥 看它们有没有变样 结果呢 两个月里边 它们还是保持这个模样 没有二块 也没有蛋块 但是也没有另外的长 所以呢 有时候这些斑点啊 做成的原因 真的也是有很多种原因的 但是其中一种可能就是肥料过多 现在我的已经两个月没有给它南瓜肥 给的都是这些酸头水 看它的叶子也是非常好的 很健康 长了新叶子 而且呢 在脑瓜梗的上面都长出赤瓜梗 另外在头旁边也长了 瓜梗 看 这里也另外长了一只瓜梗 是吗 所以呢 看它的情况 它的营养肯定是够的 其实南瓜 尤其蝴蝶蓝它们生长得很慢 有些时候啊 给了花肥 天天看着它好像它没有长进 就在想是不是营养不够 所以呢 有些时候不守 亏测 呃就很容易多给了肥料 是吧 新极嘛 希望它快一点长大嘛 看它这里也有新的根在长 嗯 它不不单止长了瓜梗 新叶子 现在根 也开始在长 它其实现在里边的根都是旧有的 是脑 脑根来的 它是脑根来的 嗯 我看到里边好像 有一 有一定点不太 好的根 拿出来检查一下吧 看看 它这些 本来就是要淘汰的根 嗯 既然拿了出来就剪掉它吧 不好看 是吗 其实它已经干了 这些呢 它虽然还没有干 但是它有那么多的根 可以呢 剪掉一点 不漂亮的 就在它 这些啊 剪一点 这一些它 这里它本来就有一个伤口嘛 就在它这里剪 那么就不会另外做成伤口 是不是 对嘛 那 有一些根尖不够漂亮的也可以把它剪掉 它现在的吸运程度呢 呃 是在 呃 是在裸根的中途 我这些都是半水培嘛 我跟一位来自澳洲 澳洲的朋友 学习的 半水培 蝴蝶狼的方法 呃 那一位朋友呢 我已经看了他 看了他的视频好几年 他都是 泡水两天 然后我跟五天的做法 他在澳洲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呢 我想呢 我也可以这样做 因为澳洲呢 天气都通常比较 呃 干燥 英国的天气比较潮湿 所以我按照他的方式来培养 呃 我觉得啊 半水培 很安全 因为 南瓜 尤其蝴蝶狼要烂根的话 很多时候都会是因为 水分过多而做成的 那么如果 呃 在 在可以的成框之下 给他 给他 呃 泡水 裸根五天 泡水 两天 那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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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都吸引得很好 呃 之前呢 有朋友问过 那么多的根 怎么把它 呃 塞进去 其实也是很简单 你 你把它 本来乱七八糟的根啊 呃 融在一起 慢慢的这样 慢慢的 这样慢慢的 放进去 现在我这里有一些新的根 所以呢 我要特别的小心哦 弄伤了它 呃 会很心疼的 就这样 撕 两个手掌啊 把它这样 呃 煮小煮小的 这样 把它放进去 就可以了 是吗 现在呢 这一颗我也给他泡 然后 双头水 这一些双头水呢 是昨天已经打的 呃 我会重复重复的用 这些双头水呢 本来昨天晚上是泡着我那些没有根的南瓜 呃 这一颗也是其中的一颗 呃 不是 刚才泡的是用这一瓶 其实是同一天打的 呃 都是泡一些没有根的 南瓜 现在它这里 有新的根长出来 呃 它第一天泡 蒜头水的时候啊 大概在 十天之前吧 大概在十天之前 我就给它 开始泡 蒜头水 它没有根 我就直接把它这样 摆在里边 让它泡一个晚上 大概十个小时左右吧 呃 昨天晚上摆 到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把它拿出来 把它拿出来之后 拿去 冲 清水 冲干净之后 我就把它这样放 这样放着 呃 今天的天气呢 比较干燥 所以呢 我把它这样放着 呃 到它的 这里全部都干了 我就把它放好了 到今天晚上 我又把它 这样放进去 泡 一个晚上 呃 连续泡 大概三四天吧 三四次 我就给它 停止 蒜头水 呃 就用一些清水 直接出到这里的头 用这个方式来 培养它们几天 然后又重复泡 呃 蒜头水 就是这样 由第一次到现在 大概是十天的时间吧 我觉得不错 还有一颗啦 也是很丑陋的 它只有两片叶子 皱皱的 根也是完全没有 我把它的头 呃 有黑的地方 全部都 剪走 只剩下这些 一定点的头 它现在 在这里也长了一个 新的根点 这里 它这里也有 这个可能是 我把它泡蒜头水的时候 它已经有一丁点的 也是 同样把它 整颗的泡在 蒜头水里边 泡它十个小时左右 然后又把它 拿去冲水 冲干净之后 就 这样的放 最重要物的就是 把它 这里边的水 呃 不要激流 残流在液心 现在等一下 我都要给它 沖一下 沖清水 现在呢 我刚才的这一颗 蝴蝶蓝呢 我就 想给它泡 蒜头水 呃 就好像刚才的 这一颗一样 它已经泡了大概 半个小时吧 其实蒜头水呢 你的浓度如果不是非常高的话 呃 给它泡几个小时 是没问题的 就是说 泡两个小时 或者 四个小时 区别不是很 大 就是给它的 威胁 不是很严重 就算呢 偶然间泡 呃 超过一两个小时 也不需要非常担心 因为我用的 蒜头水呢 其实也是很 很清 很淡的 一般 煎一半的 蒜头 我兑上 一千毫升的清水 所以也是很淡的 呃 我 其实我给的是 一颗这样大 有些时候 比这颗大一点的 我都是给一千毫升的清水 呃 我觉得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建议大家就不要 用太浓的 用这样一个大小的 就可以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就是说 很难去找一个 一模一样大小的 而且我也没 给大家说 它有多重 所以呢 你们就很难 呃 拿捏 这个蒜头究竟有多大 是吧 所以呢 一般来说 这样大小的 是安全的 就算被它大一点点 也没关系 小一点点也没关系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 实际过 呃 就算给它大 50%的 我都是给一千毫升的清水 也没问题 所以就是说 想说这个原因 那么现在 还有 还有这一颗啦 那 这一颗的 跨梗 给我全部剪掉 本来 我把它部分 留上来的 后来它 黄 变了黄色 所以呢 我就把它剪到这个地方 所以它不会有刺跨梗出来的 呃 它的根 也是非常的好 其实这一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一月份的 我的那一批 蝴蝶蓝 里面的其中一颗 它都长出了很多新的根 所以呢 半水培呢 我觉得是比较容易长根的 看看 它底部的新的根 蛮多的 它基本上 每一个根点都有新的根 现在看 好像 拿它出来看看 好像也有一丁点 不健康的根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它都是硬的 但是 反正有那么多的根 不好看的就剪掉吧 就算现在呢 它有这些新的剪口呢 等一下泡蒜头水的时候 都会给它的三口 杀菌的 看 这一颗 应该是已经 在早一段时间 泡过一次 蒜头水 泡过一次之后 十几天 到现在 它长了很多新的根 它这些原本在长的 也很粗壮 我都是 我都是 大概十五天吧 就是 半个月咯 半个月左右咯 半个月左右咯 给它泡一次 就是 酸头水 这段时间 差不多两个月里面 都没有给它们 南瓜肥 我想 如果酸头水是可以 代替南瓜肥的话 那么就非常的好 因为呢 南瓜肥 有些时候 换了牌子 肉块子是 一下子 下手 重了一点 有可能伤到它的 它的根 是吧 嗯 蒜头水呢 我想 就算是多了一点点 也不会有 有伤害的地方吧 就这样 等一下呢 我就给它泡 蒜头水 因为我 身在手上的蒜头水 都在泡这后面的那两颗 嗯 等一下可能 再打一些吧 嗯 嗯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这些 这几颗水培的蝴蝶兰 嗯 它们 都没有吸过肥 两个月里边 没有吸过肥 嗯 长得也不错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吧 那好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你订阅 也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